Hello 大家好 这个视频是关于一年级 在学期末 在这个年级的末 我们需要知道的英文内容 数学内容 还有一些单字 所以说这个视频 在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有这几份检定测试的试卷 里面都有很多题目 在这个时候 是关于我们在这个年级 快结束之前 应该要知道的内容 我稍微跟大家看一下 好 这就是一年级的数学 一年级的数学 它从一开始 我们学的基本加减 然后到稍微数字大一点 等等一直到后面到时间 所以说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如果说 学生一年 在家里也可以玩玩钱 如果说在这些 里面有一些不是很会的 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可以多多把它学起来 这个部分就是一些基本的 表点符号 单字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是阅读 先从阅读一个句子 然后到后面 这样子 好 那还有一个小的写作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小朋友该怎么在这段时间锻炼这些题目呢 我们有很多不要用没有用完的笔记本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善用它们 比如说小朋友是一年级 他如果想要从数学开始 那我们就从数学开始 然后第一题呢 如果因为他基本上题目都还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可以叫学生稍微超一下 没关系 6加7等于多少呢 等于13 这样子 然后他也可以自己在这个时候稍微多锻炼 譬如说5个跟6个 然后他不是拨成4个他就会变10吗 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练习 OK好 那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关于一年级的检定测试 在资讯栏里面的连结呢 都有全部的题目 那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练习一下 帮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学习健康检查 OK